親民好友聚集彩券行內 高舉呱呱樂歡呼 還興奮到抱在一起 因為他們怎麼也沒料到 隨手一刮 竟然就刮中兩百萬 和賓士車大獎 怎麼約的時間 今年那麼慢來 對 我就打起他們 結果他們有人 就是他們車子故障 然後就看到那個 上面那個看板兩千萬大紅包 就是那個那一台車 就是因為同學 車子半路拋錨 導致大家聚會遲到 才促成他們六人 集資三萬六 買一本呱呱樂的念頭 真的好幸運 除了兩百萬 獲得的賓士車 正是這輛 獲得兩百萬的GLA180 白色休旅車 不過這麼多人分 也只能變賣換錢 無獨有偶 靠這款兩千萬超級紅包 重大獎的還有他們 大年初期當天 台中這間彩券行 掛在牆上的呱呱樂 突然掉落 兩命女顧客一位熟兔 一位則是懷著兔寶寶 其他顧客馬上意識到 這是好兆頭 兔子都很多 然後覺得說就是又是兔年 就是財神眷顧 他就說 叫你的兔寶寶給一點暗示 有沒有在動 我說有 我正在動 然後剛好就掉下來了 然後他決定就買那一張 就研究刮中的百萬 另外在大雅區的彩券行 也有科技廠女員工 號召同事集資 連滿兩天的呱呱樂 結果幸運 刮中一百萬 根據台財統計 截至二十八號 還有六個千萬投獎 六個兩百萬 三家賓士車沒掛出 百萬獎也還有六百五十三個 民眾不妨試試手氣 看能否幫自己賺個大紅包